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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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一期视频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空瓶机 那在做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安利一个省钱的小tip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个网站叫gocashback.com 它是一个反例网站 它跟ebate是差不多的一个东西 那具体什么是反例网呢 其实就是一个网站 它跟很多商家进行他们私下的合作 然后你通过他们的网站 进入你要买东西的那个商家 它就会有一个反例 那这个gocashback它跟很多大的department store 包括Niman Marcus, Saks Fifth Avenue 还有Farfetch 还有我最最最爱的那个Bird of Goodman 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合作 因为之前我用ebate嘛 然后我一次非常棒的购买经验 就是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 ebate跟Nostrom有一个高达20%的反例 然后我当时就买了一个Montclair的羽绒服 那羽绒服大概是1000刀 然后我用通过ebate进那个Nostrom 然后再买了以后 其实它最后就真的就退了我200刀 200刀真的就打了8折 真是非常棒 非常棒 就是感觉减大便宜了 有没有 所以喜欢买买买的女生 特别是你要买这种贵一点的奢侈品 就一定要好好利用这样子的反例网 通过这个反例网 然后再进入商家进行网购 最后在某一天你就会寄到一张支票 然后就全是你这几个月购买了一个反例 根据我的经验来说 它这个网站上面的反例的点子 它比ebate的点子还要高 所以就是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会prefer用这个gocashback.com 所以我一定要安利一下这个网站给大家 好那介绍完这个网站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的空瓶剂吧 那第一个我想先跟大家说 这个我用完的这个 First Aid的急救面霜 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是在Sephora买的 它被称为平价版的Lamere 它真的也是救过我的命的 因为之前我大二的时候 当时我其实一直在东部 然后我来加州读了一个Summer 我就我不知道这边会这么干 我还是会每天化妆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 诶我怎么上任何复复品 就感觉皮肤都很刺痛 而且就是开始有点起那种过敏的小磕磕 然后我就觉得诶怎么办呢 当时有个姐姐就跟我说 你的皮肤可能已经被就是加州的太阳 还有大风给催残伤了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去Sephora买一个 这First Aid的这样子的一个急救面霜 然后我擦了真的不到一个星期 我的脸就奇迹般的就恢复了 所以我对它的印象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之后我家里就会长期囤这样子一个东西 我不会拿来当这种普通的面霜 每天擦它是那种无色无味的 质地是非常容易推开的 延展性也很好 真的就是非常的保湿 如果你发现就是你的皮肤有一点点小状况 就是那天晚上你就可以补一点这个面霜 第二天你的皮肤真的就会有质的改变 就真的是非常神奇 我个人认为它不仅是平价版的蓝梅尔 它的功效我觉得比蓝梅尔还好 我等会儿会讲 那第二个东西就是我用完的这一瓶 Dior的这个眼唇卸妆液 因为眼唇卸妆液我一直都在用三个品牌交替着用 一个是这个Dior 一个是蓝蔻的那个小蓝瓶 还有一个是香奈儿的 这三瓶我说实话都是非常良心的卸妆产品 价格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 蓝蔻的那个要稍微便宜一点 这个我觉得就很好用 就是它卸起来非常的温和 就算可能不小心弄到眼睛里 几乎不会有任何的刺痛感 然后它卸得非常的干净 像我之前一直用Kiss Me的这种 比较难卸一点的睫毛膏 然后这个卸起来也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我就是还是蛮推荐大家用的 那下一个就是我刚刚用完的一个 科研式的这个牛油果眼霜 用的干干净净的 这眼霜我其实还蛮推荐的 因为对比其他的像Lamere啊 La Perry啊 非常贵的这样子的一些贵妇级的眼霜 我觉得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 因为眼霜本来就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嘛 我觉得用Lamere和La Perry的话 对我来说起来就这么贵的产品 用在眼睛上我也没有觉得 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功效 反而是这个牛油果 它相对来说比较平价 但是我每次用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的舒服 那可能有些小仙女会觉得说 这个眼霜不太容易推开 因为它的质地比较厚重 还有一些人会吐槽 她说用了很爱起脂肪力 我觉得有可能是使用的按摩手法不太对 因为像我用这个的话 我一般是会放一点点在 吴明哲的指腹 然后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点涂式的进行按摩 大概重复两分钟 你就会感受到这个眼霜完全的吸收 关键是你真的能感觉到就是它吸收以后 你的眼周就是非常的紧致 其实它因为是没有其他的功效 它是一款补水的嘛 对于那种比较年轻的妹子 你就可能脸圈啊或者细纹不太明显的 我觉得用这个就完全OK的 那下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牌子 叫Sabon 这个牌子是我被北美省前快报安利的一个牌子 后来我查了一下它是以色列的一个小众品牌 专门做这种body就是护肤的一个产品 我首先买它是真的我是被它的颜值吸引 你们如果去看了它的官网以后 我相信你们也会被种草的 因为真的就是太好看太好看了 它的东西寄过来全都是这样子玻璃的产品 然后味道也是那种很特别的味道 就听起来很吸引人 就比如说这个是Levendar Rose 因为它是满59才包邮 所以我买了好多好多东西 它家的东西有一点点小贵 但是呢我买了这么多以后 我觉得我不会再买了 因为目前我都还没有遇到一个 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是我买的body lotion 它真的就是你看哦 还剩这么多 它就完全完全完全 就完全挤不出来了 非常的浪费 然后这个你就只能拧开盖子 然后这样子倒出来使用 它虽然是种玻璃瓶子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贴上去的纸 就是你拿到食物以后 也觉得就没有那么fancy了 我觉得大家还是渗入这个坑吧 好第三个用完的 这个牙膏 这个牙膏是我在那个whole foods买的 然后当时我看这个是这种whole care 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的 结果真的是太难用了 我终于把它用完了 真的是太太太难用了 这牙膏首先是完全没有泡泡 就是你刷牙你都没有在刷牙的感觉 而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难闻 就是有一股有点刺鼻的薄荷味 但是又有点那种药的那种苦苦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牙膏牙刷好不好用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毕竟一天两次就跟护肤一样嘛 像我一定要推荐大家用一支 我一直在用的牙膏 就是一个日本的牌子叫ora square 就ora2吧 以前我一直是每次从淘宝买好多支上寄过来 现在我发现鸭咪外上有卖的 然后一定要用粉色的那个桃子 真的是非常好用 你每天早上刷牙你就觉得 啊口气好清新好舒服好爽啊 好那下一个我就介绍一下 这两个是一样的 都是Lamere的面霜 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 这两瓶我都是用完了 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刚刚我在说Firsted那个急救面霜的时候 有提到这个 这个我当时是因为Bird of Good Men搞活动嘛 就是满一千省两百 我觉得很划算 然后又免税 然后我就买了 我买的是他们家最经典的这种 Moisture Cream 质地是那种很厚重的 非常难推开的 我使用起来呢 我觉得也还是蛮好用的 因为我还蛮喜欢他家的这个味道 但是我说真的就是 他真的不值得这个价格 是一款我不会再回购的产品 因为他只是在你皮肤状态很好的时候 用上去 我觉得就是那种无功无过 就是你感受不到 它为什么会值这么贵的价格 因为我之前长痘痘也非常严重嘛 比如说我有几颗痘长起来的话 我就完全不敢用这个了 因为它太营养了 就可能会越涂了 脸部的情况就会越糟糕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面霜的使用方法 我一般是就是占大概就是黄豆粒大小 然后涂在这个掌心 利用掌心的温度 然后这样子搓搓搓搓搓 它就会乳化 然后你再这样子擦在脸上进行按摩 像我之前看我室友 它是放一坨这个 然后再配一点神仙水 然后再涂脸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法 但是有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 就这两瓶我都想要说一下 其实我这两瓶都是 当时我没有完全用完哦 就是可能还剩了一点点 就是没有用完 但是随着日积一轮 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用 然后我再打开它的盖子以后 它就没了 它真的就是会这样子 随风而去就消失了 还蛮心疼的 因为毕竟很贵 我讲一下它的这个 它是个陶瓷的瓶子 就感觉很高级 所以这瓶子用完了 我也不太舍得扔 好那下一个是这个 一个小瓶的健康水 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痘痘的女生 应该都有用过这个 这个的味道 我觉得有点重 有一点我觉得是那种 小时候那个点蚊子的 那个蚊香的那个味点 然后有一点酒精味 这个当时 我有段时间长闭口 长得很厉害嘛 然后我就买了这一小瓶 但是它用的真的是非常的快 因为这个大家推荐的 使用方法都是拿来湿敷 所以就这一小瓶 真的一下就用完了 后来我又买了一大瓶 现在也快用完了 我的使用感受就是 你如果长闭口了 你拿来湿敷以后 它真的会起一个消炎和镇定的效果 特别是有时候我是会自己挤痘痘嘛 那挤了痘痘以后 那痘痘可能会肿起来 然后我就会拿化妆棉敷一个这个 敷在痘痘上大概10到15分钟 而第二天你就会发现 那个痘痘会平下去 但我觉得可能你不敷 它也会平下去 因为我买了那个 Oranges家的菌菇水 做它的替代物 我就觉得真的 我以后就再也不会回购健康水了 因为菌菇水真的是太好用了 我当时有做过一个对比 有一次 我就这颗痘痘 现在可能都看不出来 当时有一天这颗痘痘就肿了嘛 就是很大的一个痘痘 我先就是敷的这个健康水 第一天晚上 敷了以后第二天完全没有消肿 就还是一样大的 接下来的那一个晚上 我就敷了一下菌菇水 然后第三天 你那个痘痘真的就是 完全就瘪下去了 就非常明显的效果 而且菌菇水比这个健康水 要便宜很多 所以它的性价比 再加上它的功效 我觉得都比健康水好 大家如果还没有入健康水的坑之前 你们可以先试试菌菇水 我觉得菌菇水真的比健康水 要值得买很多很多 好那下一个这个空瓶 是一个发膜 一个叫Moy的Moisture 真的是非常的难用 这个我是在Safeway买的 买的是一个Coconut的味道 然后它上面写的感觉很好 是什么Share Butter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 非常滋润的面 的发膜 但是我真的是从来没有用过 这么难用的发膜 因为我头发是那种 属于damaged hair嘛 然后又是自然卷 所以就非常的毛躁 就我每次洗头 都会使用发膜 就是直接就是涂在 护发素之后 一般好用一点的发膜 就是你涂上去以后 你就会觉得头发很刮 然后用指尖这样子 一刮就会开 但这个真的就是 你涂上去以后 你还不如不涂 然后我秉着一颗勤俭节约的心 我终于把它用完了 我非常开心 大家千万不要买 这个牌子的发膜 那下一个就是这两瓶 我当时有在我的年度 爱用里吐槽过的 一个Lamere的保湿精华吧 这个因为算是Lamere家 比较平价一点的精华了 所以当时我一口气买了两瓶 可能当时也是BG 为了抽单还是怎么样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泵头式的这样子挤压 它的味道我就非常不喜欢 有一个塑料的那种硅胶味 它的功效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瓶非常鸡肋的保湿精华 就是我并不觉得它值这个价格 然后它也是那种很不禁用 我觉得大概用一两个月就可以见底 就这个精华如果你每天用的话 所以我真的是绝对不会再回购这瓶产品了 然后下一个我用完的是这个 Chanel家的这个山茶花系列的眼霜 这个我觉得好像蛮少人用的 当时我也是BG上面打折的时候买的 这个东西就是它只是一个保湿的眼霜 它是那种凝露状的 然后是一个这样子泵头式这样子挤压出来的 它的质地就是非常的清爽 很好很好推开 如果说你觉得刚刚我说的那个牛油果的眼霜 容易长脂肪力的话 那这个是一定不会长的 但是呢它也就只是做到一个保湿的效果 如果你对功效没有其他的要求 你用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在眼霜里面价格还算蛮评价的 因为毕竟也是小箱架的东西嘛 那下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我今天的空瓶剂里 最贵的一个产品的是 蓝美尔家的这个修复精华 这个精华真的就是太多太多人推荐了 所以当时我就买了 但是我说实话 首先它的这个产品的设计 这个包装我就不喜欢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挖勺 你需要用这个东西然后来涂 就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干净卫生嘛 毕竟你拿出来碰了你的手 或者是碰了你的脸以后 你这上面多少也会有一些细菌吧 然后你再放进去 然后它的味道呢 比刚刚的那个他们家的保湿精华要好闻一点 就是有一点草本的感觉 因为之前都说这个就是去痘印啊 或者是疤痕非常有用 但是根据我的使用体验 我并没有觉得它非常的有用 以前我也会跟痘痘会点涂嘛 但是我觉得它的效果并没有那么的惊人 就很一般的一个修复精华 就是绝对绝对不值这么多价格 当然也可能就是每个人的肤质不太一样嘛 像我的痘痘 我觉得目前使用出来 效果最好的就是 刚刚我提到的那个菌菇水 所以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再回购的 当时我买来也是下了血本 觉得说我就试一下这个吧 应该很好 但是用完以后 我觉得我的皮肤就是 一点点它的价值所在 都没有体现在我的脸上 好像我自己好像都不太喜欢了 没有加东西 好吧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一个资深糖的防晒霜 这个应该是非常出名的了吧 因为我还算是资深糖家 防晒霜的脑残粉 他们家的防晒霜真的就是性价比很高嘛 然后真的防晒的功效也非常的好 但这一款呢 用上去有一点点油 然后特别是它是这种 very water resistant 就可能更适合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拿来防晒 平时用的话 之前在年度爱用里面 有推荐的那款 白管的那个资深糖 那个就非常的适合 平日里比如说你去上班呀 就是一些电脑辐射 而且那个卸妆的话就比较方便 你直接用洗面奶就可以卸掉 但是这个的话还是需要你用卸妆油卸 不过总体来说 资深糖家的防晒霜 我都还是蛮推荐的 这个就是我刚用完的这个 科研世家的高效保湿面霜 也是用的干干净净 这个我觉得跟那个 First Aid家的那个面霜 感觉很像 它的质地都是属于比较轻薄一点的面霜 然后非常容易推开 然后它的保湿性也还不错 是无功不过的一款产品吧 像我如果长痘痘的话 我就特别怕擦那种 感觉非常营养的面霜 类似于蓝莓尔 擦这个我就会觉得安心一点 因为感觉就是 它没有那种特别多的化学成分在里面 就是你如果皮肤状态正常的时候 它可以作为一个 就比较基础的一个保湿面霜来使用 那下一个空瓶 这个大名鼎鼎的蓝芝的睡眠面膜 现在闻的还是好香啊 这个面膜就是我一直在回购的一款 本来它Target一直有卖的 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Target它不再carry蓝芝的这个品牌了 所以我就只能在YAMI网上买 YAMI上面我看到有 现在好像换包装了 有粉色的 还有一个是lavender味道 紫色的我也有买的这种睡眠面膜 那这款的味道就是那种有点淡淡的香味 就非常好闻 然后呢它是那种像果冻一样的质地 我大概是一周用一次 你睡觉前然后就敷薄薄的一层 然后它很快就吸收了 第二天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真的是Q弹Q弹的 然后它的补水效果非常的好 你就觉得你皮肤很水润 然后很Q弹 而且这个的价格就是很亲民嘛 它还蛮耐用的一瓶 大概可以用个15次左右吧 所以这个我一定会一直回购 一直回购的 最后两样 一个是这个VT的一个面霜 这个面霜呢就是一个保湿的面霜 因为之前我有强烈的给大家安利过亚样嘛 那后来亚样就是我在美国不是很好买 然后Target又有卖这个VT的面霜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亚样的替代品 因为都是属于一种法国的药妆嘛 它的味道很好闻 然后它也是属于比较轻薄一点的质地 就是你皮肤如果只是缺水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款面霜 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肌肤一直保湿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然后也是一个保湿性还不错的面霜 要说的是它的价格就很亲民啊 就是相对于一些大牌的面霜来说 它大概就只要30多40刀左右吧 价比蛮高的 是属于你可以长期持有的一款面霜 像我一直每次找Target有活动的话 我都会囤个三四瓶这样子 最后一个就是我的立彩珍珠霜 这个我应该有推荐过大概两次了吧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它是一个国产品牌 它的英文叫natural herb 是那种草本中药的一个成分 就是你感觉用起来非常的安心 因为之前我也讲过我长痘有段时间又很严重 然后几乎所有的这种什么健康水啊 然后兰美尔的那种修复精华啊 根本就挽救不了我 当时我都要自暴自弃了 我当时就是想要回国继续去挤痘痘了嘛 然后当时真的是这个救了我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不太相信这个东西 就是想的是就死马当活马医 然后结果用上去以后真的效果精湛 你看着那个痘痘一天天的好 它是那种白白的霜 然后是质地很厚的那种 就不太容易推开 我一般不会全脸擦 我就会点涂在这种痘痘上面 它的味道是那种 像小时候的那种薄薄霜的那种味道 感觉很天然 就是无公害 就绝对是没有什么化学成分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除了有去痘的效果 它还有就是会缩小毛孔 还有美白的效果 所以有时候我就是除了痘痘的话 我晚上用的时候 我还会涂在脸颊两边 就是我毛孔比较大一点的地方 真的我就觉得 这个真的是皮肤 你看着看着一天都变好 所以我之前回国我囤了大概四五瓶这样子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很良心很良心的一个去痘产品 像你如果说皮肤状态有点不稳定 你可以配合着我刚刚说的那个菌菇水 以及这个面霜使用 相信就是你的皮肤一定会有好转的 好了 那我今天的这个框框就空了 希望今天你们还会喜欢这期的内容 我其实是第一次分享这么多就是类似于护肤的产品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肤质有点不一样嘛 像我就是那种非常严重的混游型的痘痘肌 而且我觉得我是夏天是那种混游型 然后冬天是那种混干型 希望我使用的这些产品对于跟我肤质一样的你们 能起到一些建议和帮助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次视频的话 请记得给我点一个赞 然后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给你们带来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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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内容 好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你爱对了 你们喜欢我今天这个衣服吗 我觉得很搞笑 它的袖子是这种 有点短的 像一个蝙蝠一样 拜拜